接下来这个孔雀好像真的是不太好受了 可不嘛 说这两天上海来了一股寒潮 这天太冷了 孔雀也想暖和暖和呀 但是去哪口呢 这一只可能是感觉自个儿找了个好地方吧 你们东南分绪吧 我去惠南东站 是的 这地方就是上海地铁16号线的惠南东站 这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 还是值班站长在站台巡视的时候 这听到车站顶棚有声 现场好一顿找啊 这才在车站顶棚横梁上看到了这位特殊的乘客 站长说了 这小家伙可能是误打误撞啊 找了个避寒的地方 但是呢 对于16号线的立车的正常运行来说 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啊 所以呢 就立即上报了 但是呢 想把它救下来也不容易 孔雀停留的顶棚横梁呢 距离站台太高了 那车站的工具怕是没办法把这个孔雀安全的引导下来 而且呢 也担心他会受到惊吓 所以最终的营救队伍呢 是包括了属地林业局 农委 派出所等各方力量 最终呢 在当天运营结束之后呢 由16号线路的管理部的负责人 带领维修班的组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处置 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孔雀真就像预想中的那样啊 本能的开始躲避工作人员 是 可灵活了呢 这一边伸手 他就一扭脖子躲开了 这咱们一看 这还挺交劲 是 但是躲了几回呢 他还想飞 这好在工作人员手挺快 就在孔雀想要飞起的那一刹那 这一伸手就把它抱怀里了 那孔雀呢 最终是被安全的救下呀 毫发无伤 感的漂亮啊 地铁运营呢 也没有受到影响 特别棒 那么第二天一早呢 惠南东站就联系上了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相关负责人 他们呢 来到车站啊 接走了这只有点怕冷的孔雀 那这一回啊 你就可以安全的在屋里头 暖暖后会的过冬了 嗯